好 各位大兄弟们 这里是韭菜兄弟 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昨天我们讲了黄历程 我看到很多大兄弟们给我点了赞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 你的点赞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的 昨天是102个赞 看看今天能不能超为102个赞 首先再次感谢各位老板们 对吧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在2023年一起发财 好 那今天我们要讲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最后我会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再次给我点个赞 102 看看今天能不能突破102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整个大盘 整个大盘还是不温不火 对吧 那个似乎没有了热点 在过去24小时没有太多的热点 整个大盘其实是比较平静的 说实话 包括前两天势头非常猛的 STX STAX 对吧 昨天也开始跌了 回落了 总而来说市场是比较平淡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比如说X毛 对吧 X毛过去一小时跌了80% 如果你知道Sudo Swap 知道X毛的话 那你也算是币圈的老鸟了 对吧 那X毛呢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币 可以一起来看一下X毛 对吧 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币 最高涨到过8万多 因为它的量特别少 一共才就1万个X毛 曾几何时 有很多人为拥有一个X毛而感到骄傲 对吧 一共才就1万个X毛 它还有个NFT 它有NFT 有代币 不管你是拥有NFT也好 或者是拥有代币也好 曾几何时都是很流行的 对吧 非常的流行 因为它的数量非常的稀少 现在4000多是不是一个好机会进场呢 我看一下原因 原因是 之前索X毛的话可以获得那个Sudo Swap的 Sudo的一个Ldrop的空头 但是将会被锁定三个月 对吧 那今天11点的时候部分X毛锁定解锁了 所以导致大家的抛盘 就是币圈就是这么凶险 对吧 如果你不懂 千万要注意风险 说不定你就成为了高位的接盘侠 对吧 你从两三万买进 瞬间今天就三四千了 好 这是一个小charge 那过去24小时最多有意思的可以说是X毛 其他的币呢不温不火 对吧 我来看一下我收藏的币有那些 看有什么 有什么动作 没什么太大动作 对吧 基本上都是在跌 基本上都在跌 对吧 没有太多的动作 好 那我们看 OpenAI宣布开放API 开发人员可以将 ChatGPT 看看有什么需求 我们可以一起完成啊 用 ChatGPT 可以做人工智能的咨询啊 币种的推荐啊 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可能可以做的 但是他说是1000个token 是0.002美元 0.002美元 大家对 ChatGPT感兴趣的开发人员可以关注一下 好 那昨天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这是Moonbirds 我们知道Moonbirds月鸟 月鸟也是Kevin Rose 一炮成名的一个非常非常火的NFT 但是走势非常的差 对吧 但是他要推出新的NFT 这个NFT呢叫做Archive of Feelings 一共只有1152枚 非常的稀有 你拥有那个collective pass的话 可以0.1个以太铸造一枚NFT 所以collective pass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吧 collective pass 我们可以看到collective pass 现在的价格是在18.9个以太啊 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确实还是Lalibu 18.9个以太对吧 确实是Lalibu 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最低的话是在14个以太左右 对吧 就在前两天吧 消息出来之前 对吧 14个以太什么 13个以太都有人买入 现在到18个以太 所以这个消息面是非常的重要 你拥有这个collective pass 的话就可以 sorry 就可以去 以0.1个以太的价格呢 去mint那个NFT 对吧 mint那个NFT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pass类的项目 确实好的pass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好吧 好 那最后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项目 我是最近一直在看 Ordinous 对吧 所发现的比特币生态 有很多人说有很多很多的币啊 对吧 我们一直来看 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项目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我们叫12 fold啊 Yuga Labs 推的将会在Ordinous上面发的 NFT啊 马上就要 就在这周吧 就在本周啊 就要进行 Auction coming soon 对吧 是以拍卖的形式 一共只有300副啊 是generative piece 就是生 用算法生成的这个 NFT 对吧 下面有编号 1%等等等等 那 那 这是他网站非常的简单 对吧 然后呢 他写了一些啊 写了一些东西 我们之前简单介了介绍过一些12 fold 将会是在比特币 链上原生的NFT 用的是Ordinous的 这套技术 对吧 一共只有300个 大家要去竞争 对吧 大家要去那个 Auction 就是拍卖 拍卖的形式去进行 那 今天我想介绍 今天我不是要介绍12 fold 就我们说过了 对吧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叫做AmberVolt 这个项目粗看一下 比较粗糙 为什么 他不能去他主页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 叫做 叫做CoV 他代币叫做CoV CoV最近涨的也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7天 对吧 也是 看一个月应该就涨了很多了吧 一个0.01 道歉 在0.02 翻了一倍 对吧 也不算涨得特别多吧 可以看一下 curve Circuits of value 对吧 就这个Amber Amber是什么东西呢 Amber呢 是一个在以太坊上面的一套智能合约 但是他有意思的地方呢 就是他说自己是个Vault 其实是个NFT 这个Vault里面呢 可以承载各种各样的 NFT 来自于各种各样的链 对吧 来自于各种各样的链 就是你是在比特币上面的 或者是在Namecoin上面 或者是在Doge上面 都可以把你的NFT 发到以太上 然后到以太上的话 就可以Opensea的形式进行买卖 对吧 进行买卖 这个就 有太多玩法了 对吧 太多玩法 Without a bridge 这个是 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吧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稍微玩了一下 它的核心就是这个 它有个叫做Amber Finance 这个东西 进去之后呢 你看有很多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Vault 这个Vault里面呢 就是一个NFT 这也是一个NFT 什么MoneyPrintingVault 什么B老什么的Vault 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呢 你可以去Create 对吧 可以自己创建一个Vault 你可以创建各种各样的Vault 它会告诉你的地址是什么 然后是Public还是Private Public就是大家在网站上都看得到 Private的话就是你看得到 好 我创建了一个 我在这边创建了一个Vault 对吧 叫做BarberianDAOVault 对啊 这是一个Vault 你每次创建一个Vault呢 它会花 花掉你250个 代币 叫做 叫做什么Circuit 叫做Value代币 叫做Covo Covo代币要花掉 然后再可以创建一个Vault 创建Vault就很重要 你点Create 对吧 它会告诉你 你的 以太的地址是什么 是Public还是Private 然后这个Name是什么 对吧 一般是写什么 比如说写什么BTC Punk 然后多少多少 1179 对吧 然后Description呢 你就写这个BTCPunk 1179 是干什么的 对吧 应该是这么操作 好 我们先回来 那你创建完 点点点点了几下 创建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 它会有一些 对吧 你Mint这个Vault 这个Vault呢 其实是一个NFT 对吧 哇怎么办 这个网站是有点 有点惨啊 网站做的有点悲催 Mint这个Vault 好露出来了对吧 露出来之后你看 我放大一点 你看这个是你可以给它自己名字对吧 在以太上 然后Balances呢 是说你有几个NFT 你看你这边它会有Deposit Address 对吧 如果你是在最近非常火的 那个 对吧 Odinus 非常火的Odinus呢 用的是Type Root 所以你要点这个Type Root 它会给你个地址 对吧 你只要把你 在比特币 生成的Odinus 生成的NFT 发到这个地址上面 对吧 然后呢 它就会在这边显示 你上面有了NFT 因为我比特币上面没有 对吧 所以看不到 你也可以看 你可以从Doge 从什么Tazels 什么都可以 STX也可以 那主要呢 是解决了 你在比特币上面 特别火的 发过来 发过来以后是什么意思呢 对吧 我们去看一下OpenSea 你就知道 Empty Vault也是有钱 你看我现在是个Empty Vault 对吧 也有人给我出价的 也有人给我出价 因为你创建Vault是要成本的 而且他有了这个Vault 他有了这个Vault之后呢 他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操作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EmberVault 你看EmberVault里面有很多 对吧 有很多Empty的EmperVault 你有了 你也可以去买一个 买完之后呢 这个Vault呢 就到你的钱包下面 到你的钱包下面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NFT 从比特币发过来 发过来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在以太上面进行买卖了 在以太上面进行买卖了 在以太上面进行买卖了 我们可以看到 最火的 我们看一下 最火的应该是叫做 我不知道 再 给我看一下 我们直接去 因为这上面有很多的 有很多乱七八糟 我们直接去这个网站 叫做 odinos到market上面去看 对吧 就编写 notable drop 12 fold by yugalabs 这个是odinos.market 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呢 就是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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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集成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 他现在支持了这些collection 对吧 那最火的是 bitcoinpunks 现在的地板价达到了1.479 1.497 对吧 1.497个地板价 这些NFT呢 一开始呢 一开始呢 都是在odinos上面的 对吧 都在比特币上面的 比特币的typeroot上面的 但是他们用amble vault的形式呢 把它发到了以太上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他米 你看这是一个inscription 29379 对吧 这边呢你可以verify这个vault 就可以verify这个amblevault Country address是对的 然后typerootaddress也是对的 然后token的details是这个 你可以看他的inscription 对吧 这个就是昨天我们也讲过了 这个inscription 就odinos上面的inscription 29379 对吧 确保是29379 29379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attributes啊什么的 还有attributes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的话 你可以直接买 对吧 也可以makeoffer啊 这是他的一个东西 这个其实是 应该是在openc上也应该是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rezzerall market 怎么这边可以跳到openc呢 我们到这边看一下 expansion对吧 openc上面特别难找我来看一下啊 找这个人的地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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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这个人的地址 找这个人地址 然后在这里去搜 对吧 这个人的地址 你看这个人的地址有两个对吧 都是ordino inscription not listed 他是买来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点一下 他应该是买来的 对吧 17520 1.34个以太买到两天之前买过来的 所以在他地址上 其实这个东西呢 是在以太上 在以太上 在这个vault上面 这是vault的智能合约 对吧 6AB 然后这个是vault的ID 在这个vault里面 在这个vault里面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再说一遍 就是说 这个操操作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呢 你要去ambervault里面 创建一个vault 这个vault是个智能合约 也是个nft 创建了vault之后呢 你要填一大堆东西 对吧 在这里面呢 你要填vault的图片呢 就是这个 图片就是这个 然后他的title呢 就应该是这个 description呢 就应该是这个 对吧 就应该是这个 你都要填好 对吧 在这里面你都要填好 去create的时候 去create的时候呢 你直接什么name 你要填好 description你要填好 你真的要操作呢 要填这些东西 填这些东西 填这些东西 填完之后呢 那你要把你的在比特币上面 在typeroot上面的 odinos的nft呢 打到这个vault里面 怎么打 对吧 怎么打 怎么打的话是 你创建完之后就会有个vault 有个vault之后呢 他这边就会有很多的地址 他这边有很多的地址 你当然比特币上你就选typeroot typeroot 就copy这个地址 然后打过来 打过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openc 和lux rare上面去看 对吧 当然你还要做一系列操作啊 你还可以做什么transfervault approve minting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操作都可以 到最后呢 你就可以在openc上面 进行买卖 对吧 这个你可以在这上面做 还有呢 一个market 叫做odinos.market 这个market 就专门 是为了这个vault 来进行买卖的 这上面所有的都是vault 他做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把真假呢 有个check 对吧 要不然你不知道这个punk 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吧 是不是真正的punk 就很难说 好 那我们回到 我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对吧 虽然整个页面做的比较粗糙 但是呢 我觉得呢 如果you guy labs 带来的那波12 fold 能够爆火 那肯定会推动这个ambervault 因为ambervault是有 有很明确的utility的 有用途的 对吧 就是你要花250个covo 才能够去创建一个vault 才能创建一个vault 如果这个很火的话 就大家都创建的话 那它很明显啊 这个会被消耗的很厉害 对吧 会被消耗的很厉害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circulation supply呢 已经爆满了 就不会蒸发了 已经到头了 对吧 对一个marketcap是3600万来说呢 不能算太高 不能算太高 现在排名571 对吧 如果好的话进入前200 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看一下前200是多少 我们就看150 好吧 就看198吧 wax 或者看multichain 我们看一下multichain 它的value 是多少 差不多是10倍 对吧 差不多是10倍 10倍不到一定 一个是3200万 一个是2个亿 对吧 marketcap 所以说呢 这个 我觉得这个amber呢 还是比较有前途 比较有前途 当然它的流动性比较差 所以说呢 都是暴涨暴跌这种东西 主要是看这个12V 能不能起来 不过大家可以去尝试的玩一下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你打到这个里面呢 它还可以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的话呢 它会有个地方可以让它lock住 就可以公布私钥 unlock住就可以公布私钥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很有意思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做到这儿好吧 今天我们主要讲了 ember vault 这个 和 odinos非常相关的 可以把比特币上面的nft 达到以太上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project 对吧 挺有意思的 那我们今天 我看一下这个odinos market 你看现在 比较好的就这个volume 494 对吧 其他的没什么volume 都没volume 只有这个bitcoin punks 是最火的 494个volume 反正是非常早期 好吧 整个生态还是非常非常早期 就看这个比特币上的nft 能不能爆发 能不能爆发 但我感觉好像现在很火 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方向 前景还是非常的光明 行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 这里是韭菜兄弟 再次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下期视频见 Peace